欢迎来到鱼传二胡世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二胡最微妙以及影响很大的两个配件 一个是绿荫布,一个是琴玛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绿荫布 那绿荫布呢,材质有分很多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材质是菌毯 那折法也很多种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静静式的折法 所以首先我们会先折一小部分,大概一公分 然后再往上再一个折,再剩下的一段折进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绿荫布它是有漸层的 最薄的地方是两层 中间是三层,最后的地方是四层 我们再看也是这样怎么折 首先先折一公分 折完一公分之后,再往上折 大概1.5公分 最后上面这一块再盖下来 那你可以从侧面看看 是不是有两层,三层,四层 那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折这样对声音的帮助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旋,经过琴马之后,往琴托走的时候 这个旋跟皮这边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空间 那这边是比较低,这边是比较高 所以当我们这样折的时候,比较厚的四层就会接近琴马这边 比较薄的两层就会接近底部 那我们现在把绿音部放进去 就可以看到两层的是在最窄的地方 三层的是次要 最后的地方刚好是在最高点 那这样呢,就整段的旋都能够被绿音部所涵盖到 那这样对吸收杂音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这是第一点 再来是琴马的位置 我们从荧幕里面可以看到 琴马几乎就是置于整个琴筒的正中形点 正中形点,你可以抓一个对角 一个对角,两个顶点连成一线 那会交叉在琴马这边 那这个地方就是整个琴筒的正中间 那这个位置的声音是最好的 声音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琴马有跑掉的时候 它声音状态一定会有问题 那绿音部不同的折法也会产生不同的声音 我们现在简单做个实验 现在就是随便折 就是这样 随便折 随便折的状态 就很厚这样子 我现在把它塞进去 折这么厚其实要塞进去也是有点困难 好,我们现在把它塞进去了 好,我们听听看它的空弦 好,我们再折回来 刚才的渐进式折法 好,我们再讲一次 往上一公分 再往上一点五公分 剩下的一段把它盖回来 会产生一个两层三层四层的渐层 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再来听听看 这样的声音 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它比较通透 比较不会有闷住塞住的感觉 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琴玛的高度 影响也很大 如果说 我们可以从这样正面看 绿音部究竟是要多高还是多低 现在我们做个实验 正现在绿音部方比较低 所以可以看得到 琴玛跟绿音部中间 这里有蛇皮 那这样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看 这是一种声音 好了 我们现在把绿音部放到最上面 盖住了下方的琴玛 我们再听听看这种声音 你会看听到这种声音 就会有点闷掉了 所以我们在放绿音部的时候 不要把绿音部放到盖在琴玛的位置 那要怎么样比较适当 我们下来到 看到整颗琴玛 但是不可以看到皮 像现在这样子 看到整颗琴玛 但是又没有看到皮 这样的声音是 最顺畅最通透的 那放得太低 声音就是容易尖锐 出怪音 而且声音的共振也怪怪的 那不是通透的 实际上在拉的时候 手感都不一样 只是因为影片只有我拉得到 所以我知道手感不一样 所以我们绿音部要放在 看得到整颗琴玛 但是不可以像这样看到皮 太低了 再上来 但是不可以盖到琴玛 焖掉 共振会出不来 要这样子 看到整颗琴玛 绿音部 不可以看到皮 琴玛 跟绿音部中间不要看到皮 这样是声音是最好听的 那记得 琴玛 也是在整个琴的正中间 稍微往上偏或往下偏 声音也都不一样 也都不一样 您自己的琴可以去观察一下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 如果说这是天 地 人 人就是处于天跟地的中间 一个媒介点 顶天 立地 那全部都是平衡的 我们符合最自然的法则 那当然这个往上了 偏偏了 自大了一点 声音一定是高亢尖锐 往下的偏地了 那这样也不好 就是又 往下负能量比较大 声音也就会变得很闷 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 天地 人 三边 我们是平衡的 这个是非常符合 自然的这一个道理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绿音部 琴玛 这个位置 还有绿音部的折法 那如果有 任何相关问题 欢迎在私讯给我 或者是留言都行的 那线上如果有其他的老师 也欢迎非常欢迎您 一起上来分享 二胡的一些知识 那大家一起 共同努力让二胡学习者 能够更好 学得更多元化 更突破 更有信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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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